终于到鹤岗了 战前广场有一座雪雕 背面是欢迎雨 正面是新年驻雨 上面刻了一头奔跑的路 鹤岗又叫梅城路城 这里的房子是不是真的几万块钱一套 鹤岗的车盘 今天心情好 下来走走 往市区走 不坐车了 路上怎么这么多屎啊 人屎还是狗屎 好多啊 刚刚在火灶上的相机电池50% 出来五分钟没电了 这会儿又换了个新电池 害怕我电池多 雪地区不仅要保暖 还有黄黄 我的雪不测 这可以溜根了 Woo Woo 这是哪儿的铁轨啊 都没有道口 是不是矿上用的 连个挡的都没有 我们继续往市区走 你新能源的车好像少啊 太冷了 还是汽油车 最主要的是车胎 很特别防滑的 这是雪地台 哪个车胎都醉啊 南方车冬天千万别来北方自驾游 小心火车 但是 没人看管 特港 四旅 儿童医院 咱们从火车里面走 人家也在这走 好好玩啊 这有火车走啊 你看 还有印子呢 肯定是很慢的火车 我不怕撞到人 槽子里面掉了很多煤渣 这肯定是矿上拉煤的专用轨道 这个轨道上有点滑 现在你最不适应的就是 进了室内特别热 要脱衣服 出来又得穿 我们在家都是从早到晚穿一样的衣服 我感觉很麻烦 公交公司 好多公交车呀 四路 走了好几公里了 全身都冒火热的很 这会儿走到了水泥厂宿舍 前面有个公园 清华日军南大营 咱们去看一下 南大营遗址旁边 是一座爱国主题广场 有一座雕像 还有三座模型 这是山东舰 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配套的航母 全号17 服役时间2019年 由大连船舶中工建造 对面还有个飞机 这是中国第五代战机 歼20 代号威农 是目前中国最先进的一款 这都是模型 缅怀英雄实际 都是英雄 但是那边有个真的坦克 走 过去看看 各位哥们手上拿的啥枪啊 这么粗 火箭筒吗 火箭筒吗 工农区 国王教育基地 这个手上拿的是95 咱们去看坦克 这应该是个真的吧 远看下个真的 99是坦克 实际是假的 模型 只不过它是1比1的 而且涂装也是最辛苦 99是主战坦克 是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坦克 这个是用那个油桶子做的 其实刚刚看到的模型 这就是个主机公园 这边这些建筑才是老建筑啊 小日本用的 这些是日本军营 是日本清华的证据 那边有好多洞 我们进去里 看一看 南大营是二战时期 日本在鹤港的军营之一 1932年日军占领鹤港 并建立维满洲国 在鹤港地区成立鹤立县 在鹤港煤区的两侧分别建立南北大营 这里是其中之一的南大营 当时这里住有县兵队和一千多名关东军 军营内有医院、宿舍、食堂、武器库、鞋场、备抚场 马队、车队 直到1945年战败才撤离 在这13年里 日军在鹤港掠夺了大量的煤矿 清华日军水塔 最终是日军水塔或者叫水楼 为日军提供生活用水 日军还在军营内生产硫磺 制作硫磺也需要大量的水 咱们看看这第二件 这一间很大 最大的一间 宿舍口上这个建筑应该是个港厅 晚上睡觉也要有人站岗 这一间是清华日军军官宿舍 军官宿舍是单人间 当官的就是不一样 隔壁是士兵宿舍大通铺 里面还站了几个日本鬼子呢 这是大炕 看看第三间 第三间还是两层的 第三间跟第四间一样的建筑 日本向苏联投降后 所有的日本地面建筑 全部被苏联炸毁 这几间属于漏网之余 还有人在里面干活呢 里面还有两个灶台的 这里是小日本的生产硫磺的研磨车间 硫磺是制作毒气蛋 燃烧蛋 药柄的重要材料 然后第四间也是最后一间 日本瓦江的手艺还挺好 建了90年了 没有一点要倒的样子 这一间是清华日军展览馆 有很多原来的东西 这里面还占了两个小八嘎 都看不了 看 展出了小鬼子的衣服 参观完了 接下来我们到鹤岗博物馆去抽手 坐个公交吧 有点远 5公里呢